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场讲座呢 是邀请到了国立政治大学代表春代教授 代教授也是台湾史 也是53年台湾史史料基金会的秘书长 他代教授呢 他有许多的著作 可以说是台湾史 海洋史 产业史 以及我们国使馆的制书 还有各县市的制书编转 曾子良教授 特别帮我们邀请到代宝春代教授 来为我们做开场的第一场演讲 我们也谢谢他一大早就从台北赶来 今天又这么冷 我们是不是用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代教授 为我们大学的讲题是 港湾天城通四海 顾沾基隆台湾头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社大还有市政府的朋友 大家早 大家早 各位掌声这么热烈 让我压力很大 我想在 因为我的简报跟那个资料 大概在各位的手中也有 所以我 这个应该没有遮住 那没关系 这个不是很重要 因为资料都有 那个 我想我今天来跟各位讲 这个基隆的整个重览 其实是有点虚心 因为我们基隆的研究 越来越深入 最重要是我看到今天 这么多人来参与 真的很厉害 我跟大家讲 这个 我们在座一些教授 也有很年轻的博士 因为我们每年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都在办很多的 这个研讨会 现在你知道有一个状况 你知道吗 就是发表的人 跟台上的人 有时候比台下来要多 我老实说 所以我常常因为办这些 然后看到那个 都没什么学生研究生参加 我都觉得第一个很失望 第二个觉得对不起 我们纳粹人 因为很多年轻的学生 就好像对这个 有时候都没兴趣 我有时候鼓励他们说 你要去 有时候你还可以见到本尊 才会知道说 譬如说曾子良 学校工 研究台湾非常多的那些 地方的宴里 然后透过文学造语 你如果网络网知道 跨学本身 才知道他的很多特色 是很难 那我看到在座各位 对我们基隆这么关心 我真的是非常高兴 再来顺便 我就稍微讲一点 跟这个今天有关联的 我们各位知道 因为台湾史的研究 现在 现在其实是很盛行的 所以各位知道 整个台湾的研究 那个夏的菜 很多租典 很多租典 一大堆 那各位知道 现在渐渐也在推动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的研究 各位知道 就是说 像我们宜蘭 我不是我完全配宜蘭講話 不是我今天都说白人 像宜蘭很早 设现实馆 各位都去过 在投城里有博物馆 所以他们很早就推动 宜蘭的历史 也可以穿做宜蘭学 甚至我们北部 像淡水 也很有名 因为淡水 是一个古老的港口世界 很古早 很多地方 近代 因为捷運的关系 非常方便 所以淡水也在推动淡水学 而且 做到最后包山包海 因为研究议题 总是要去开拓 本来是做大概 淡水镇这个附近 后来做到对面 就是巴黎也算进去 后来甚至 做基隆合作到台北市里面 包山包海 那 我们 再往南 像桃园 因为他现在该叫直辖市 该直辖市 当然就钱能多一点 不像我们基隆真的 那个市长也蛮辛苦的 我知道他有很多事要做 但是我们这个经费 我们在座的事务的人也晓得 那个经费还是有限 所以 所以我们很爱 很判断 我们这个来基隆也看到 也逐渐很多的变化 我也听过他 对我们基隆 包括我们文化 整个这个都市景观 他有一些很大的想法 我想我们 那个社大 我们这个基隆人 应该来持续关心 看看 这几年我们基隆 会有一些可能一些风貌上 期待一些转变 所以这个地方学 基隆学 我们大家的关心 或者是研究 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们基隆 像海大 像知识教授 也培养一些很年轻的 像我们在座 等一下会报告的 陈凯文 王俊昌 也都是我们基隆人 然后他们也都做 跟很多 跟这个基隆有关的研究 可以促成这个 这个基隆 这个 我们所关心很多的议题 可以逐渐来发展 那 因为我本身 就是早期研究淡水 后来研究他在港口 那也就是港口的过程 基隆他也要做研究了 所以我后来就 写了台湾港口的 这个都市发展 基隆 刚刚就写了整个一张 差不多 那接着我就写 那个台湾的海运 所以刚刚执行长说 我曾经有个书得到 建林奖 就是我曾经写 那个近代的海运 玉山社出版的一本书 然后 也当然就讲到基隆 所以我就一直持续很关心 我们基隆这个地方 那因为 我们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海岛 所以大家要了解 这个海岛的地理环境 以及所引导出来的经济贸易 还有这个航运 都跟台湾息息相关 大家都了解 我们台湾 其实这个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我们自然资源缺乏 我们真的都是要靠经济贸易 来hold住 support 台湾 一世代才能疼去 因为我想我们也不会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湾在外交上非常可怜 都没有什么邦交国 大家也知道 叫你说我们台湾邦交的 说不出几国 因为那些国家 我们从来不去 大家只有可怜的总统 要飞很远跑去 所以我们都靠这些使力 那这个海洋的国家 那港口当然非常重要 所以基隆在我们的历史里面 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从一个港口也可以衍生出 这个我们历史发展的不一样 所以你看一个海 一个港 一个船 然后一个都市 这个都是不一样 那我们就要掌握这些特色 来想想看我们基隆 从过去到现在 这个自然的环境 是什么样子 这很难去改变 我们大家的家人都知道 我们的港口港湾就真的很小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刚才开玩笑 你看我们基隆内港也够小了 我从海山厂 看到对面 那个 我们的 那个海山军区司令部 我台湾住去了 我刚才宿舍楼上就看到他 所以我们的公囚 我看也很好玩 所以我们的同学 一搓签 金文这支签而已 说抽到金文 哇 还好那女朋友 后来也是跟他修成正活 算不错 所以 我今天 其实是 这个我想就 逐渐进入这个重点 我刚刚已经提到 我们是一个 一个海岛的经济 所以港口很重要 那我们第一个重点 大家在想基隆的时候 也要顺便想想 整个我们北台湾 这个基隆港 它在一个历史地位的变化 我们知道这个港口的行程 天然的 但是当然要人去经营 或是人的进出 所以我刚才说 我们北部的台湾 最早的两个港口地位 一个是淡水河口的 这个现在的淡水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河口的地方 很自然而然 就是很容易可以停船 轮面电脚不行 第二个就叫我们基隆 天然一个港湾 然后东北气候也可以党住 所以各位知道 这个最早期 当然有很多原住民在住 原住民的经济活动 没那么大 所以他们可能沿岸边活动一下 或是也有一些 可能可以长城的贸易 但是资料不多 那我们进入历史时代 大家都知道 你看 这个1624年河南 来到台湾 当然它重点在台南 那北部刚好很巧合 就同一个时间 西班牙也来到台湾的北部 就以这个基隆跟淡水 作为根据地 所以我们去想一想 也就是说等于 我们台湾历史 现在我们不是说 汉文三文主义 因为历史总南北 都看一一级的文字记录为准 所以你要想想看 我们台湾历史记录 比较详细的时代 其实就是南部荷兰在台南地区为主 北部其实就是基隆 所以等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进入文字记录的时代 其实基隆 跟淡水 其实就是进入世界历史的舞台 感觉人家 因为西班牙时间很短 因为1626到164就离开了 可是我们不要忽视 西班牙在我们基隆 也留下很多的资料 也有考古意思 各位应该知道 今年西班牙考古的都还有来南和平岛做发掘 所以那个已经甚至前一阵子都还挖到人的骨骸 当然这个还要去透过科学去检验 不过他们研判 看起来应该可能是西班牙人 因为在那个位置里面 然后他们那个墓葬的方式 研判可能是西班牙人 所以各位要了解其实历史 不是觉得说好像我们的研究就没有了 事实上是不断会有新的东西 各位你想想看 像我们以前做台湾史研究 大概30年前 都没有想到我们北部有什么西班牙的资料 可是十几年前 有个西班牙人叫那个豹小欧 他就去找了一些把那个西班牙的文献 他很好清 他在台大教书 他帮我们都翻成英文了 我们就可以看 现在陆续甚至把它翻成中文 就把那个时候的历史又能够写出来 那我想一路下来 当然基隆会知道他天生土地不大 所以一个河口港很方便 所以我们淡水河口的 等于现在的左岸就是巴黎 在清朝帝国统治时代 就因为台北的开拓 因为台北盆地发展 出海口这个商品要卖到中国大陆 所以巴黎分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巴黎分就在1788年指定为镇口 因为清朝帝国把这个安平 还有那个陆港 跟北部的巴黎分就指定为叫做镇口 镇口就是派人管理收税 然后正式进出的钢口 这个叫镇口 那我们台里普通都会说正港 不过我们现在的东西不是招书 也不是黄茂瓶 都会说正港的 其实是从这样来的 镇口是官方用词 那民间就是用架港 所以我们甚至大家很多人都去挡水 你要知道 其实淡水早期 最早其实船是在对边的巴黎分 可是因为这些船之后来发现 怎样呢 因为有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各位你现在如果想象一下 在淡水河口的时候 是不是现在淡水街上这边 比较可以挡住东北季风 所以后来他们就 港口的地位就转到现在我们小地名 叫做火灰这边 所以现在淡水街上这边 这个所以又发生的变化 其实是在18世纪的后期 那我们基隆我们一直讲 就是因为基隆的旁边都是山 那早期的港口的重要性是 你要有很多的商品 可以出口才能够繁荣那个港口 那我们基隆各位知道 确实比较没有这个条件 跟淡水河不一样 淡水河竟然是整个台北盆地 大概1760年代流工期完成以后 整个台北的农场非常多 就卖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当然那河口港很重要 好 可是我们知道 当进入到近代的时候 情况会改变 为什么 因为经济的发展跟贸易的状况 尤其是船只形态的改变都不一样 因为19世纪开始进入整体轮船 那台湾有更重要的改变是 传统 我刚刚讲的 不管是巴黎坤 或是淡水也好 或是包括你说南北 南部的安平路港都一样 那个港口没有建设啦 船就是直接哪里停就停哪里 因为以前是用龐坤嘛 那龐坤 那了不起 这个200吨而已啊 我跟他讲 这个早期的船船在西部 台湾怎么靠岸 你知道吗 不用港口 他有时候趁着帐槽就开 开到故意类似像它搁浅一样 开到最上面 然后就把它爬爬 退槽以后就自然就靠在沙滩上 船率不会外掉 那卸货就搬下来 然后 然后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 现在南部是一种扭到开到海边去 有没有 这个蚊子拼去是蚊子 有 我讲个小插句 那个中国道的官员来到台湾 说奇怪 台湾有车来塞海 因为他们就用牛舌 把那个船上的祸把它卸下来 所以 以前不要港口捡船 但是不一样 日本拿到台湾以后 因为我们基隆就很重要了 因为基隆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港湾 那 台北离基隆又很近 因为1870年代 我们台北已经变成台湾的 最重要的行政中心 那六云川也建的铁路啊 所以日本从1898年就开始建设这个基隆港 这个是让基隆可以变成脱胎换国 一个近代化建设的开关 所以从1898就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战争期才稍微停顿 所以我们基隆从日本时代就奠定了台湾最重要的港口 所以各位要了解 那台湾以前说的港溝 港溝 事实上是指我们基隆 不是他一想说港溝是讲到高雄 其实高雄的建港其实是晚了我们基隆 晚了十年才开始 也就是1898我们基隆都开始建设 1908才建高雄港 因为那一年铁路通车了 所以就开始做 所以我们这个等于基隆就是日本赛电力基础 一直大概到1960年代 都是台湾贸易量最大的港口 可是我们知道 因为到60年代以后 我们台湾的整个经济又发生变化 因为我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量的变成出口 工业的出口都是南部为主 所以高雄就变成很重要的港口 各位知道再来又加上60年代后期 世界航运的形态开始改变 完全就是走向货归运出 那各位知道货归运出很显然的 第一个就是船只会变很大 越来越大 各位知道这个 今年就是那个巴拿马运的过大 那个最大型的货归轮 现在可以过得了 那货归轮越来越大 所以各位知道我们基隆不方便 我们虽然沿着先到那边一直建 后来也有所极限 所以后来想要往万里的方向建深水港 后来也打销这个计划 后来就改变成去 把一个原来只是设计作为 那个东部的沙石运到北部的巴黎港 后来改变计划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国际港 也就变成我们基隆的辅助港 但是现在我们一般还是把它称作台北港 然后又回到什么?又回到淡水河口的走岸 但是不是在各位说渡船去那边喝咖啡 妈妈嘴那边 现在是在巴黎的另一边那个清港 所以我第一个部分就是让大家了解 台湾是一个海洋导乙的经济形态 港口很重要 我们北部地区的港口的区位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那我们现在逐渐就进入这个主题 来到基隆我们要常在讲 我们基隆说真的 这个都市也不是很大 人口甚至大家也要求 贵老长你大概都没有什么成长 因为很多都工作的关系 甚至就搬到台北去居住 那这个是他一个天然的局限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我常常一直讲一个概念 我经常说我们台湾是台湾头 那我讲这个不是故意什么 他说我今天在这边讲 然后这个我们互相这样子取暖而已 因为事实上是这个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 我们北部的基隆 早期称作基隆山 其实事实上就是 能有点代表台湾 那为什么会称作基隆山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各位知道 汉人在中国大陆上 知道台湾蛮早就知道 但是没有来台湾 因为中国大陆 他们的这种自己自主型的经济 比较不往海上去活动 但是各位知道 现在冬天来了 各位知道 我们台湾海起来有一种乌鱼 所以 根据历史的记载 大概从宋朝时代 就是十世纪左右 已经有记录 就是说 浙江福建的这渔民 冬天会来 往这个台湾海这边抓乌鱼 那因为乌鱼有一个习性 就是他要到大概二十五度西的地方去残暖 他的身体的成长就是要到冬天 他开始那个某的乌鱼有暖 但是他要到大概二十五度西残暖 所以就会南下 那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记载 尤其到明朝就想得很清楚 所以有一些渔民 会去基隆山抓乌鱼 也会说去这个北港抓乌鱼 也会去大园抓乌鱼 也会去拿古山抓乌鱼 我讲的这几个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 比较早来的 就是来比较北台湾这边 如果抓到拿古山 就是已经抓到最末期了 那时就已经乌鱼都残暖了 所以我们南部有一种话 就是说乌鱼残暖 你多乌鱼抓了不值钱 因为我们重点是取那个乱 所以当座鱼的乌鱼 就是已经没有经济价值了 那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明朝的历史里面 就把台湾其实是 曾经用基隆山来做代表 好那我们现在在讲的 就是说我们一讲到基隆山 就又有好几个含义 那就是其实是指着我们 基隆这附近 可是呢 现在又发生一个问题 说到底基隆山是哪里 各位一想到基隆山 一定想到那里 那里那里 那里有基隆山 有人说不对 我们在海底 看路外面有基隆山 所以那就是基隆山 这个现在没有定论 因为以前的中国大陆 对台湾没有那么了解 所以现在甚至有人讲说 其实那个基隆山 可能是指大楼大村山脉 因为当时我们基隆外海 可以看到北台湾这些山 就叫做基隆山 所以我们在一个空间上 我们基隆 就会变成就是整个有一点点 因为以前那种 是一种文化地理跟风水的概念 所以在历史书里面讲 都说我们基隆 都是台湾的头 那这个基隆山 刚刚讲这个山 到底是基隆基 基隆山 大陆山脉 现在也没有办法抓得最准确 但是基本上 从我们基隆开始 说这是什么 都重视风水 说这是楼脉之所 有我们说风水 都说那个灵 那个灵 他说这个之所 所以就从这地方 才带出了整个台湾 这样一个南北狭长的脑椅 这个就是从一个 中国风制里面概念 也注意到我们北台湾 就是基隆这个地方 好 那 曾任进入历史时代 就是我们一直讲的 1626年 那个西班牙人 来到这个亚洲 他们先占领菲律宾 那后来就来到北台湾 那就用占水 因为这是河口 基隆就是以色寮岛作为根据地 所以这个就等于 台湾进入历史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常要想到 这一点就是说 回到 开始一讲 台湾进入历史记录 比较多的时代 事实上我们基隆 其实大家不要往事毁国 其实是跟安平 跟台南 其实事实上也在台湾历史 非常活跃的地方 那时候西班牙人是 亚洲是马尼拉 所以他们那一种大帆船 各位可能有印象 大概五六年前 西班牙有一艘安大鲁西亚号 就是来去中国上来参加 世界国人 那不是有停在我们这旁边吗 就是那一种船 他们从马尼拉到基隆会停 然后他们有一个目标 想要去中国大陆 但是不能去 因为中国不让他们贸易 后来他们有去日本 但日本后来也不让他们贸易 所以呢 我们基隆后来变成一个转运长 就是从马尼拉北上 到了我们瑟寮岛 或是淡水可以 然后就往东边 越过太平洋 当然因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很多都在美洲 他们就越过太平洋 大概顺风90天 就开到那个墨西哥的阿卡普口 然后停一阵子以后 再沿着 那个等于美洲那个洋流 北上以后 越过太平洋 再回到亚洲这样绕一圈 他们当时大概那一种旋转 顺风大概90天可以到那边 那不顺风的话 差不多要4个月 就是120天 就是这样 然后已经形成一个惯性的航线 所以大家了解 我们人类其实是对海洋的知识 当你有了解以后 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可怕 因为以前他知道这个海上的季节风 如果善用的话 他就知道 什么时候出海 那定好方向从哪里走 然后大概 大概就是 这个也大概是我们 东方文化西方文化 比较差别的地方 因为我们也 为什么要一直提到 我们要调解港口 要了解海洋 因为我们不了解 所以对海都很害怕 一想到海 就想到前几天 你看那个富贵角那边 船又 渔船又翻了 怎么样 事实上其实都有风险 其实都有风险 但是 因为你能够对海洋 掌握你的了解 其实海洋 事实上也变成我们一个同路 所以为什么世界的港口 都是这么重要 这个是我第一个讲 这样一个概念 那因为早期 我们各位了解 因为历史的文献记载不多 所以 大部分都是原住民 所以各位知道 你看西班牙来的那个河米岛 过去就叫做色寮岛 就是色寮岛 你看我们现在叫河米岛 还有说色寮色寮 好 那各位也有一个印象 就是以前都会讲说 哦 我们这北坡古早上都说 凯大格兰 我顺便跟大家强调 可能刚才也都知道了 因为 所以 这十多年来 透过西班牙的文献 我们更清楚的了解 其实我们北海岸的这些贫固族 西班牙人把它叫做巴塞 所以凯大格兰 其实指台北盆地 为大直内湖到细子 这些其实才是凯大格兰 然后往那个新殿西的 那个叫雷朗 然后 往那个林口到桃园 那个叫不论 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分得更仔细 所以这个巴塞 有时候就翻作 讲座叫马塞 因为我们那个B的音跟M的音是一样 这个是让大家稍微了解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过去汉人 叫人翻 这个 说这些北部都叫人喜欢 所以说我们 我们这里有些这些名 所以夏寮堂就是翻 什么地方 然后你看那个 这个深奥的帆阿尔 然后 然后 我常考人家有些 跑来基隆 我都会跑去旺海巷 我都会问他们说 旺海巷是怎样来 他们说 那边可以看来 风景很漂亮 我说你这样对基隆还是不够了解 因为旺海巷的由来 事实上是因为后来有汉人的 跟白部都在搬面 所以说搬翻 搬翻 搬翻 后来变做旺海巷 其实是这样来的 这个就顺便我把一个 讲大的历史背景 准备把小的东西带进来 然后 这个图 其实各位 在很多地方里都看得到 这就是这个夏寮堂 各位你看 东北基隆都挡住了 所以你现在你去旺面 到你去看 就都知道这个 这个地理的位置 然后那边 西班人建了 圣上的瓦多城 还建了教堂 还建了他们那个总督 住的地方 总共有四五栋的房子 各位都知道 现在这个夏寮堂厅 最上面那边还有军事营区 因为他军方还是 一直不让人家进去做一些探查 事实上他里面 其实应该还有西班人 所留下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 对我们基隆来讲是非常重要 好 那西班牙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他们也发现 除了所谓巴塞人之外 我们基隆这个港湾里面 其实也有 极少数的一些汉人住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称作小基隆 所以呢 他们把这些汉人就这么称了呢 把他们称作巴利安 那巴利安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有些人在那边做生意的那些汉人 或者是华人叫做巴利安 或者是称作市场 甚至后来变形容时 那边很差的地方 叫巴利安 你住行李中也很差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们因为这样的远户 我们北台湾好几个地方 出现巴利安 我的家乡 我跟基隆走远 我是那些三支人 三支 各位都知道我说是修基隆 所以住庭跟基隆 要玩的 那我们三支 你们如果去玩有一条溪 叫做巴连溪 现在列入保护的溪流 那个巴连 我研判可能就是西班牙时代渠的名字 叫巴连溪 但是那一个地方的村庄 古早上 巴连没有听 好像伸伸伸伸伸 就改成巴贤 所以你们现在到三支去的话 那一个地方叫做巴贤李 事实上旧名叫做巴连溪 好 那西班牙在北部的活动 我顺便再介绍一个例子 我想各位对石器有哪里要了解 他们也可以沿着台北的基隆河进到西支 所以西支也有一个地方叫做巴连港 所以西支现在还有一条路叫做北港湖 这个是我顺便把这个东西 稍微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关联 那因为大家看看 你看在17世纪 他们的土就可以画到大概是这个样子 从这里就会可以了解 西方人对海洋地理的那种知识比较先进 你看台湾古早博里博这些地方 甚至博里博里博三岁 所以从这方面 大家也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然后呢 因为西班牙我刚刚讲 他在北部 重点想去东北 想去日本做生意 但没办法去嘛 南部又有荷兰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 我们基隆山天气太坏了 这个 所以后来 这个 这个 这个荷兰来塔塔 西班牙也刚好找到一个下台阶 就借机就 搬回去 费那边去晒太阳 所以 所以这个我想大家都 基隆人应该可以体会 那个来自西班牙阳光灿热的地方 刚刚在基隆 以前听到说有些三岁的土 没办法去的时候 看他要怎么可以 所以我有时候 从一些地方来 来可以理解意思 应该也有另外不同的想法 因为这种气候啊 什么条件 还有一些经贸民族 所以西班牙后来离开 那离开以后 这个 河南后来就画了一个 这个地图你们在讲一讲也看得到 其实这条是基隆河 红包城在这里 然后他们就进到 北海岸这样过来 西班牙时代也是这两地这样往来 那因为地图从海上看 所以各位看出来 我把社稿岛的岛比较大 因为当时的地图 他的那个比例子 没那么准了 这个是 台湾早期 让大家可以了解的一个 这个状况 他们就沿着这样 来来去去 所以甚至西班牙时代还讲说 从这个圣多明哥到圣沙瓦多 中间会经过 一个北边的角 叫Nodehook 就是护柜角 然后还会经过有一个很 有一个狭角 说那个狭角 外面还有两颗很危险的石头 其实你们知道 应该就是指这个 金山那类猪胎 然后他们来说 再过来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 突出海外的狭角 他们把它称之后 本土地ablo 就是像魔鬼一般的狭角 结果那个Diablos 那个有些音声列跳以后 变成Ialo 你Ialo跟点 就知道 压力怎么来 那野柳那个名字也是 西班牙时代所取的 然后说他们过了 那个显热的狭角 就准备要进来 绕进来 这个港湾 那就是我们基隆湾 所以他们的 文字的去述 非常的详细 好 那我们往下再看 西班牙离开以后 当然并不是说 基隆都没有人在担 平普人常在活动 也有少数人 会来到基隆 但是呢 因为基隆它天生 腹地很小 所以呢 没有很重要的经贸商品 可以出口 所以港湾没有用 没有都市发展 但是渔民会在这边活动 所以我们各位也知道 我们基隆市 其实为什么 现在大家 应该都对那个 卡玛定遗事很了解 因为渔民进到港口 港口还有一条 残寮杠 还有 那些船只很容易 渔货可以卸活 所以 那个卡玛定 其实是可以当成我们 基隆市 真正市区发展的 很重要的一个地 我想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也是 早前都要 鱼子在买一买 我常常有时候 跟他讲说 看竹地 不用那么辛苦 一定要去东京 其实事实上 我们基隆 就有迷你版的竹地市场 像这一个 渔市的文化 其实是我们基隆 蛮重要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 渔业文化的资产 也是代表我们基隆 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 可是因为 他整个的经贸 第二不重要 那一直要到 19世纪才发展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 1840年中国开放 那很多船只会 经过台湾海峡 那这时候已经 开始有政绩轮船 我们基隆就被处理了 因为他的港湾不错 再来我们基隆有煤矿 所以1853年去逼日本开放的培里将军 他在1854年年底的时候 来过我们舍寮岛 停了两个礼拜 因为 这个培里这个将军都会写记录 他说 他从日本 然后到了琉球 然后来到基隆的舍寮岛 还说从我们舍寮岛搬了两个石头回美国 所以现在华盛顿那个纪念碑底下 还有一个石头是从我们舍寮岛搬过去 这个培里我再讲一下 你们应该更有印象 那个培里就是美国很重要的 19世纪中叶的海军太平原舰队司令 后来美国的有一种驱逐舰 叫做派里级的军舰 派里级的军舰 我们基隆也会挺的 那一种名字PERRY 就是这个当年的美国来这边活动的 所以他当时来过基隆 又评估说 看清朝的兵一点都没有作战能力 了不起只有安上装几个炮台 那出了海不肯不肯打仗 他说如果要把北南站下来 轻而易举 这个我们讲是真的 曾经讲说他们说不定建议 美国说干脆把基隆可以站下来 就有一个根据地 可以跟那个英国法国在中国沿海来竞争 可是后来美国没有采取这个行动 甚至他们有建议要租的 甚至有建议要买 后来都没有 这个有一个原因 因为1950年代南北对立很严重 所以各位知道 美国1860爆发内战 就没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讲到这里 每次我一定会开玩笑说 如果抛弃我们的武器跟尊严 那时候这个我们北部台湾被美国占据的 或是买去的 现在很暗熟 都不用去烦恼什么 我们那个港国外面搞不好 第七舰队都可以给他钻鎖码头 因为就是他一部分 讲这个当然要有一个前提说 抛弃武器跟尊严 就可以这样讲 因为如果这样很多好处 那也当然都很便宜 然后我们基隆读书的 就读这个加州大学基隆分校 变成谨晋升世界名校 我讲这些是效果 但都是实情 因为美国其实很注意台湾的这个位置 因为各位了解 国际之间在竞争 英国华国走在前面 美国从太平洋过来 他如果在我们北台湾有一个根据地 其实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美国一百多年以来 对东亚的情知就一直注意台湾 不是很接近现在的事情 不是到冷战的时代 有中美协谎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很长远的历史背景 像包括川普现在也很重视台湾 其实都有这些考量 这个是我把历史顺便讲一下 好 那我们往下再看 基隆开港通商 后来也列入港口 因为港口低位重要 可是我们要了解 基隆的经贸条件还是不足 所以1860开港通商 也开了基隆淡水安平打口 但是呢 我们基隆有什么东西 只有煤矿 可是各位知道 我们煤矿靠海边的 被搭的这个煤矿 是游民船师在才挖的 那 基隆的煤矿其实都是在哪里 都在那个 乱乱随风这边 所以我当时看那个基隆 就说有 基隆有挖煤矿 可是呢 挖了以后 就放在那个 山班阿村 很省力啊 顺着河 就直接送到淡水去了 因为各位知道 那个土壤很厉害 你的煤 乱乱的那边 乱起来 乱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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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到河边 就是顺着流 就到淡水 所以连我们基隆 受到重视的煤矿 也没有促成 在清代时候 基隆的繁荣 这个是我 讲那个 整个的背景 那我们知道这个 当然 后来基隆怎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港口很重要 所以没有经济发展 但是建了一大堆的炮台 所以我们今天的研讨会 有一个特别的 说基隆没赦 说吃饭就走 因为我们基隆在1875年 建的基隆亭 但是因为基隆的条件不足 所以我们没有建成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好气 基隆虽然没赦 但是炮台是 整台湾白北一年 沒關係 我后面那些都图像 看看就好了 这一点就是我们基隆的不一样 因为这里又代表什么 清朝帝国重视军事 比较不重视基隆 可能可以建设成的 它的经贸价值 这个就是观念的不同 好 那日本来了当然不一样 这个日本来了以后 他们知道这个 要连结台湾 一定有港口 一定有铁路 所以等一下凯文博士 也跟大家说 日本在开始最重要的大师 就是建铁路 建港口 还有什么 做土地调查 这些人做好事 对台湾的交通 跟整个地理的条件都弄清楚 那就可以取得物资做监测 建设之后就可以 连结到日本去了 所以我们往下就比较简单的来 看一看 日本时代就是 它一方面就建港口 那这方面 就透过港口的建设 跟欧针就给了 这些土 这些山 跟团这些土地 那就整个这个 改造了我们基隆 港的发展跟都市的发展 就等于同步在做 所以你要去看 我们基隆古代的地道 其实这个港湾 我们这个地方 我想应该还是属于沙灘 但是因为像田的结果 就促成我们没有附地 但是有一个成功的 这样四街区 从忍耐及信尼区 这都市 那这个大支 各位稍微 大列可以看出来 古早的建设行为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田寮河非常重要 因为田寮河 是变成这个港口里面 自然而然的 还可以再利用国船 进入市区的 所以我们基隆 博家在田寮河 山寮河 一部分时代 沿岸在做建设 那我们其他的 把它丁头又起床扛起来 那这田寮河 变成我们基隆 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说 有一个港 有一个运河一样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 四街的场景 这边就是古早杠一顶 那这些图片 各位很多都看过 那个基隆的车 现在好几代了 现在这个车上 非常现代化 那这些可以让我们看看过去 那这个大家很熟悉 这个就是当时港口的码头 那终于这个保留下来 我想我们社大朋友 大家都有贡献 我也来有参加工厅 我也有贡献 我那时候还特别讲说 这个不是我们台湾 因为大家很多人 那我们都去日本 很多地方有没有 那有去看那个 红专电话仓库有没有 开电卡 我那时候还特别讲说 事实上我们基隆的船 靠在这边 我们这个码头 不是红色的 但是这些船 也会开到很平均 都会靠在那里 所以我们在座 大家对基隆的了解 我顺便插句话 就是各位 很多人都会去日本 其实 各位如果去日本 有三个地方 可以好好去参观一下 就是刚刚好我们一直去亨兵 因为那个 工厅过去一下就到了 那个红专码头 你就可以体会我们基隆 可能码头 未来怎么再利用 第二个也可以看看神户 因为神户 台湾的船也都停那里 第三个是很多人可能 去日本玩 但是有时候没有特别过去 就是那个门丝港 就九州北边 那隔着海峡 就是那个牵 那个马关条鱼 那个下关的对面 那个门丝港 那个门丝港 现在也是变成一个观光的码头 那我们基隆 其实去日本那边开很多钱 我鼓励我们社大 可以办一个这种团 就是不要去 一定要看红业看樱花 你就去这三个 那个港口好好看看 可能各位回来 对我们基隆发展愿情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好 那这个大列我们简单看看 这个等一下凯文 那个博士会做更仔细的介绍 我大概就稍微简单一点的过去 这个只是让大家知道 日本是很有计划的 一开始 他们当然也陷入说 隔人是不是这军港还是上港的问题 因为总是觉得有一个港的各种用途 那后来还是偏向定位在上港的建制 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做 这个我想因为都是图片 然后到了1930年代 因为进入准备战争期 他们有更长远的一个整个计划 那事实上到了这个阶段 我们整个基隆港跟都市的形状型都建立了 所以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 就是1924年是我们基隆改制为市 我把重点讲一讲就好 那台湾1920是台北台中台南变成市 1924年是基隆跟高雄都改制为市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这个阶纹都留下来了 一个就是我们隔壁 这个市政 你看曹菲总会高藏理 就是那时候已经建立这个规模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基隆高雄其实早期就是因为港口的条件 所以在第二阶段就提升为市的这个层级 那因为我前面讲太多 我们后面也会讲 那我们再一个重点 因为日本的基隆 当然第一个重点 就是要连结台湾跟日本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看这个航线的发展 从这边然后起先至地缘关系 所以琉球就从省然后到九州地区 再延伸到那个大阪那边 还有东京很低 然后逐渐 不太听话 然后1935年 就再往这边扩大 那我这边顺便再讲一下 基隆在日本之内 也不是只有跟日本的关系 因为日本还建立了一个 绕着台湾走的航线 他有一条线是东边走 那有一边是这样走 所以连日本之大我们基隆 也不是他只想着说 到外面去贸易 其实也是环岛贸易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个顺便大家了解这个 然后另外大家有一个观念 大家也不要以为说 1895哥让台湾跟中国都没关系 是人去中国大陆要半路出境 但是货物贸易还是在往来 一直到1937年 因为中日战争才中断 所以在这个当中 各位就可以了解 尤其到1930年代 我们基隆跟东北 看起来很遥远 如果 其实那个贸易非常麻达 甚至我们 那个中北部地区的 我讲一类产品 因为南部都是香蕉鳳梨 我们中北部就是橘子 那东北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很多那个 到了冬天 我们台湾的橘子都没关系 中国的东北 从东北会有什么东西 运来台湾 就是那个大豆 所以大豆在1930年代以后 变成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 进口的货物 这是让他了解这个状况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1930年代的时候 台湾还有那个东北就是满洲 还有进到那个朝鲜半导 所以也跟朝鲜有贸易往来 因为各位知道1910年 朝鲜就被日本并吞了 所以30年代 台湾、日本、满洲跟朝鲜 事实上是完全同一个 关税的贸易圈 那来去去就很适合 然后呢 从1920年代开始 自北已经逐渐要往南方发展 所以也从基隆开拓 一直往东南亚的这个航运线 到菲律宾、到印尼 并不是说我们只想到南京 只想到高雄 事实上基隆还是有相当的重要 那基隆的港口跟都市建设 也有几个很重要的发展 就是煤矿业 因为煤矿是当时船只非常重要的燃料 然后也是发展工业的能源 然后再来我们基隆的一页就发展 和平岛到巴豆子 这些都出现开始 还有造船 所以我们那个和平岛的那个 那个船屋是日本时代的 那五条港的那也是日本时代的造的那个船屋 那个五条港的船屋 差不多四千吨的船都可以进去 因为我们 我在海军就是在那里面 我们那个驱逐舰都三千多吨都固定在那里维修 然后各位知道了解基隆 当然这个严家是很重要的人物 他因为发展这个开拓煤矿金矿 然后就在我们长龙的附近那边盖了环境楼 那那个博爱馆已经拆掉 那个是他们家帮忙建的公共建筑 现在的光荣商市里面就是 他们家非常漂亮的那个肉园 岩家我家装的很谦虚的 在基隆盖的最豪华的家园 然后称作肉园很简陋 其实在当时是全基隆最豪华的房子 那一夜的发展我就不一一特别介绍 我们后面也有人会发表 那所以我们后来一夜除了一夜之外 我们也设了那个一夜的那个试验所 在和平堂 那造船 这刚刚有讲的 那我想我们最后大家回头来想一想 就是我们基隆就是回答一个 就是海、港口、船字、贸易 然后形成我们基隆 非常有特色的都市 但是因为到了60年后期 我们因为那个经济型态的不同 跟运输型态改变 那基隆就逐渐不在台湾占了那么重要的地位 但是我们这种所谓山海港市交错的基隆市是非常特别 我刚刚走过那个我们的那个码头的那个广场 也在那准备要办跨年 其实我们基隆要办跨年 其实不一定要放烟火 其实各位知道我们基隆三个半页都会听到尊列一下 对不对 其实那个基隆只要把那个 跟这些所有平台基隆的船都讲好 然后放那个尊列一下 就是基隆最好的跨年 不用浪费那只烟火 我们以前曾经鼓励办过一个活动就是 当那个基隆的半页在跨年 传知名气敌的时候每个人就打电话 然后给你最喜欢的人让他听一听基隆的跨年 我觉得各位说明可以做这件事 就是你在跨年的时候 故意让他气敌一声让你的亲友听到 就代表我们基隆特色的繁荣 好 然后 这个我们北部 一回到最前面我讲的 我们基隆 北台湾你看从 这个淡水 然后基隆 然后巴黎 然后回到淡水 然后到基隆 然后台北新港 可是他有几种 淡水是一个河口港 一个老的世界 现在完全是变成一个观光的地方 但是基隆是怎样 基隆是有港有市 可是现在的台北港呢 是有港没有市 所以虽然现在 巴黎那个港口 现在已经有13个那个 花灾区 也很多货柜人都在停 可是一般人绝对不会跑去巴黎 我看跑去巴黎也挺多 跑去渡船头吃吃什么 孔雀汗 然后了不起再喝喝妈妈嘴咖啡 大概不会跑去所谓的台北港 因为他完全只是个港 我们一般人也不能进去 可是我们基隆呢 就始终保留了一个 其实有港有市的都市 这个是我们一直维系的一个 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在各位 因为很多我们都是社大的朋友 在研究基隆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眼光也要再想一想 我们基隆其实是两大换围 一个我称作港区 一个称作河谷区 这两个地方的发展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在想基隆 不能只讲港 是整个基隆市 所以很清楚的 沿着基隆河流域 很多的人文风景 跟港区也不同 至少大家知道 这个 这个譬如说 我们基隆 因为街人没赦 但是我刚讲 泡台不够多 所以我们基隆 文化学一直在推动一个 把很多的泡台留下来 连线作为一个参观基隆的古籍 我想如果这样走下来 那你不得不在基隆买东西吃 至少要买一罐酥泡喝 所以这样就会留下很多客人 会深入去了解基隆 好 再来我顺便要各位了解一下 我们基隆 刚刚讲的河谷区跟港区的差异是 我们港区这边其实大多数的人是 早期是张桌来的 但是沿着基隆河谷很特别 他大多数是属于全桌的安西人 所以你看 威朗港到石器 一直到够到五桌 六桌七桌八桌 沿着暖暖那里 其实祖先就是安葵 所以沿家祖先也是安西来 这里面文化有所不同 所以各位听过一句话说 黄公没过三条而已 就是那个安西人拜的那个 保余尊王跟保余大夫 就是石器有一个中顺庙 有没有 那就是那个黄公 然后他们吞戒点 就是不会过来基隆 这里面 两个地 两个港区跟河谷区的一些 经济的 人文的发展 可能就可以去思考它的差异 可是这个差异 又会透过我们 一个中文坡道 又会连结起来 金鸡雕石 又形作了一个基隆的 很特别的 这样的一个等于 社区的管局 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去思考 那我们海大的那个 哪一个叫做 熊熊忘记了 他就 安家邦还有另外一位 他们也写了这个祭典 大家也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 然后我们基隆又非常特别 因为是港口 所以塑造出基隆的夜市又特别不一样 因为港口的工作几乎20小时在做 所以这个是我们基隆夜市很重要的原因 然后基隆也有非常多不同的人 因为港口 所以你看早期有万人来工作 我们中山区那边有来自台中的人 我们基隆还可以连结到一点就是 台湾现在也很重视金门的文化 可是我们基隆很多是跟明北有关 所以其实我们在座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个议题 就是在基隆的里面有多少是马祖人 还有基隆跟马祖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未来还可以往外延伸的 比如说像1955的大撤队 我们基隆也有大乘人 我们基隆也有温州人 还有我们基隆还有很多福州人的后代 我们现在都可以再去追索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有时候你说 我们本座多少人 过两三台都不知道 但事实上这些的文化 也会变成我们文化的一个部分 我叫我古代的基隆 是刚以前作品来讲 我们基隆还有一个剧团 是唱福州的那种 我有影响 因为我太太他们就是福州人 所以我当年我叶母讲话 我都微微糯糯 因为他讲的词 他都那种轻轻的 他是平坦的人 这个是我顺便讲一下 我们对这些文化的观察 大概是 扩辨这个就是 我最后的部分了吧 怎么又跑回这个 我想应该就讲到这里 时间应该要下课 好老师就是要准时下课 不然凭见都会被学生扩分 很多人就是说 我重点稍微讲一下 我几乎是用快艇在跑 那些很多的内容 重点不是说很仔细 那个重点内容在 那个议程的小册子 大概你们可以想一下 就知道大概我想要谈一些什么东西 那个很多细节 我觉得我们非常肯定 这一次我们社大来文化局 帮忙做这个基隆 这个研讨会 我真的鼓励大家 就是说大家关心 然后大家来发掘议题 然后也找我今天也碰到 也有独立实际的年轻朋友 都来出席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鼓励年轻人 然后来继续发掘一些基隆的议题 真的是把那个 现在台湾一直在推动那个地方去 我觉得我们基隆 真的是可以努力去做 我们规模不大 人口没那么多 但是很重要 我们有特色 因为有特色 就是让我们可以 让人家注意的焦点的地方 所以我很期待 台湾头的基隆学 我们可以持续发展下去 这个年底要到 年底的活动 不完年的活动 我想我们都可以去想想这些方面 非常感谢 我大家都这么认真 我觉得上社大朋友的课 比我们的大学生还好 大学生都是真后恐先进教室 进教室就变低头竹 其实我看所有人都一直震着我 害我压力很大 还是非常感谢各位 多想 谢谢 非常非常谢谢我们戴博士 也是我们戴教授 给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内深入浅出 让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家乡基隆 有更多的一点认识 从西班牙时代到现在 那么我看到我们大家 都意犹未尽 不只是听的意犹未尽 老师也讲的意犹未尽 那我们即将在26号 12月26号到30号 基隆社区大学每天晚上呢 都在新义国小有社大州 我们也邀请到带教授来给我们指导 欢迎大家到那个时候再来听 将来我们也会再继续向他请教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教授 谢谢 下次来社大我会讲 那个比较偏向我们 怎么样去做那个基隆的 研究调查的那个 内容跟这个有点接近 但是不是跟今天一样 所以因为社大要求 我特别会等于进一步说 如果要研究基隆 怎么去做研究那一个方面 先跟你讲过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我们后面有准备